心脏骤停是人类的重大威胁 仅在美国,每年就超过35万里 医院外心脏骤停发生 心脏骤停可以袭击任何年龄或健康状况的人 而且通常不会发出任何警告 在医院外发生心脏骤停的患者中 只有不到10%能够幸存 而且如果不是立即采取心肺复苏 每过一分钟,生存机会就会减少7%到10% 这些统计数据表明,为了挽救生命 心肺复苏必须分秒必争 徒手心肺复苏通常适用于看到突然晕倒 而且没有反应,没有正常呼吸的个体 也适用于被发现躺在地上或床上没有反应 没有正常呼吸的个体 除非他已经有不抢救的生前遗嘱 徒手心肺复苏是一种简化但高效的心肺复苏技术 能提高生存率 并且通过普及于民众,增加民众的参与 徒手心肺复苏重点是胸部安压 无需进行口对口呼吸 可以使心脏助停的生存机会增加一到三倍以上 如果您发现某人昏倒在地上或者是躺在地上或床上 没有正常反应,请立即按照一下步骤操作 首先确定环境安全,摇晃对方 大声喊,你没事吧? 如果没有反应,立即检查又无呼吸 你可以将脸贴近患者的鼻部和口部 感觉是否有呼吸的气流 同时观察又无胸、腹部的起伏 如果没有或者只有缓慢不规则的抽搐 大声叫喊,救人啊! 如果你旁边没有其他的人 立即用手机拨打911或当地的急救电话 不要关机,并将手机的喇叭打开 以便听从急救人员的指导 如果有其他人在场 请指定他人拨打911或者当地的急救电话 拿自动体外出散器 指定完后立即开始心肺复苏 如果患者倒在地上 你应该让患者平卧 跪在患者的侧面开始心肺复苏 如果患者是躺在床上的 你应该尽快地将患者移至床边 并在患者的背后放一块板子 将一只手根部放在患者胸部的中央 另一只手叠放在第一只手上 开始胸外按压 肘部伸直身体向前倾 使用上身重量通过手臂和长根部 将胸部下压至少5厘米 以每分钟100到120次的速度进行按压 持续心肺复苏 直到自动体外除散器或救护医疗人员的到达 在进行心肺复苏时 同时尽早使用体外自动除散器是非常重要的 体外自动除散器能够分析心脏的电活动 并在必要时提供电机来恢复正常心率 能大大增加存活的机会 设备通常具有简单的使用界面 您可通过语音或图示的指导 使用体外自动除散器 总结起来 徒手心肺复苏的两个关键步骤 一是及早打急救电话 二是胸外按压快而有力 徒手心肺复苏需要很大的体力 为了保证效率 在可能的情况下 最好令有人能患 请记住 徒手心肺复苏 是一项至关挽救生命的重要措施 迅速采取行动 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机会